大家好,我是O2 因为过几天要去旅行 所以又重新购置了一个小的发电机 这台的功率只有700瓦 它主要负责旅行中的小电器的供电 现在从这个油里边抽点油 从这个发电机里边抽点油 然后抽到这个里边来 油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油出来了 现在这个油箱是大概90升左右 这个大的油箱是28升左右 所以这个小的可以做一个无处 因为这个大的是55W的 平时的话用不了这么大的发电机 比如说我们在不用大功率电器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小的发电机 作为一个补充电的来源 这个小的呢 它的每小时的油耗大概是0.8升左右 这个大的的油耗大概每小时是1.6升左右的一个油耗量 所以说要是看一下这个就是平均的这个就是用电量决定这个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发电机 所以说很快就完了 非常快就完了 再来一点 好的,行了 把它卷起来 放起来 然后这个 牛箱盖摩纸一定要撕掉 因为时间长了 因为时间长以后 它就会粘到这个上面 然后你就到时候这个盖就很糟糕了 对,现在打开很亮 好嘞,锁紧 好的,锁紧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邮箱抽了 给那个邮箱抽了满满的邮箱油 这个邮箱现在还有这么多油 可见这个邮箱的容量是怎样的 现在我们在发动之前 因为这个是一个两充程的机器 所以需要加两充程的合成机油 它是有比例的 每次都要加这个的 它和里面的那一台发电机呢 是不太一样 那个是四充程的 直接加汽油就行 这个是两充程的 需要加汽油之后 再需要加一个 加一个机油 OK 它们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加的时候也比例的 加一满杯 OK 非常好 好嘞 完成了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封门 把它开到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把这个 油箱的开关 一定要记住要打开 油箱开关 打开 在这个位置 它这二位箱头 看到这二位箱头 然后把它指到Owen的位置 然后指到Owen的位置就行了 然后这个打开 然后这个封门开到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开到这个位置 开到Owen的位置 但是我们如果那个什么的话 先把封门关闭 把封门关闭 先盘几下 让机器稍微热一下 然后再把它 推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开关打开 然后基本上一下就照了 OK 试一下 好 现在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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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封门打开 然后开关 打开 OK OK